哈喽姐妹们,今天去黑头啊 有姐妹说,有个别的姐妹说 咱们家这个去黑头的小绿膜不好用 我现在呢,就是从头到尾 让大家看着我是怎么用的 我的脸呢,是刚洗完的 什么护肤品都没有涂 就是刚洗完的脸 这个小绿膜呢,用温水 你洗脸的时候,直接用温水给它泡起来 泡三分钟,洗完脸了 然后这个小绿膜也泡好了 洗完脸之后,直接涂到鼻子上面 这样就可以了 涂到鼻子上面之后 用这个 这里边有纸 用这个纸贴到鼻子上面 贴的时候 按一下这个纸 让它挨着自己的皮肤 好了,就这样 等15分钟 好了,到了15分钟了 现在揭开 我觉得揭的时候不疼啊 揭的时候我觉得痒痒的 每个人对疼痛度不一样吧 我把镜头反过来 让大家看一下吧 这样看能看得清不 看不清 反过来 反过来镜头大家看一下 看我吸下来的黑头 看我吸下来的黑头 这边也有 看 是不是很多 酒的姐妹吸下来稍微少一些 可能是因为人家皮肤保养的比较好 脏东西少 看 如果你按照我告诉你的这个办法 这个方法 要是说不好用的话 说实在的 我觉得是不太 不太可能的 因为我每次都都那么用 真的老好使了 姐妹们 而且还有好多姐妹都已经 给我好评了 她们用的也非常好用 看 是不是 让大家仔仔细细的看清楚这次 就是15分钟直接接下来就行 很少事 吸下来那么多 你看 包括那么小的 都吸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只要我用好用 就会给大家推荐 不好用 我不会给你们推荐的 看看 接下来之后呢 咱们把脸洗干净 再洗一下鼻子这儿 然后涂一下这个毛孔梳做精华 就那么涂一下 就那么涂一下之后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 好不好用 大家都能看得到 所以说不用我多说啥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小黄车去拍啊 就会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